由台东回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家蔡佑林发起的 触动心弦为爱而奏的公益音乐会 10号下午是在台东县议会大礼堂登场 共有台东这个多个声障团体来参加 而蔡佑林表示自己的姐姐就是声障者 家属平时照顾的辛苦自己最能够感同身受 也希望透过音乐会的举办 用乐声来梳解他们的压力 台东回响乐团带来弦乐四重奏 一首首共祺骏动画的经典名曲 让台东县议会大礼堂传出悠扬而轻快的乐声 台下观众更是专注的仔细聆听 因为我在德国的时候有参加一个叫做 Live Music Now的基金会 然后它是由一顾小型大师曼牛音创立的 这个基金会当他们创立的目的 就是要把音乐带给一些比较 没有可能没办法去音乐听音乐的人 然后比如说像我们曾经有到 孤儿院 然后养老院 然后一样像这种比较特别的孩子的一些机构 然后最特别的到监狱去 然后就想说我在德国做这种事后 回来台湾 回来台东可以 因为刚好我姐姐也是一个小天使姐姐 对对对 就是想说可以回来用音乐奉献这样子 家中有伸脏者 家属平日就必须付出 许多的心力来照顾 由台东回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家蔡又琳 所发起的触动心弦为爱而奏公益音乐会 12号下午在台东献议会大礼堂登场 邀请到台东多个伸脏团体到场欣赏 应该很多人都是第一次 因为我们这真的是偏乡 像我们一个部件是在成功 成功就他们讲的时候好像要出巡 要马祖出巡 就是有轮椅的啦 就是上下车其实都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今天都把他们带来了 就是要发动应该说启动很多台车 然后有些要坐轮椅的啦 还是行动不方便的啦 就是要出门一次就是很不方便 不过我们还是排除万难啦 因为这场音乐会真的是非常的棒 不过我觉得有因为这样 所以捐款变少是真的 就是捐款会比较困难一点 在目前疫情不明朗的情况下 台东回响乐团透过动人的美丽乐声 也让观众暂时放下压力 整理好心情再出发 记者判俊伟台东市报导 哦 哦 哦 by bwd6